大家好,这段时间上班比较忙,然后天天被要求所谓的自愿加班,就导致我们这个长视频的内容一个多月没更新了 不过呢,以后我们不管多忙,就争取一个星期更新一次哈 今天咱们要聊一个事大部分人都知道,但是呢却又不知道他有多厉害,有多困难的一件事 就是这个风狼巨蜘,没错啊,西汉名将呼吸病干的这件事 对于武将而言,风狼巨蜘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荣耀了 那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说这个成就到底有多难 咱们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你在抗日战争当中,相当于是国民党的陆军,一级上将,率领着五万精锐 空降齐齐日本,击亏了日本本土几十万的继位师团 然后采用了三光政策,纵火烧杀日本关东一带 撤撑追击日本的残余部队,达到京都 然后俘虏了日本的皇太子,亲王,首相等三人 还有内阁,大臣,公庆,元帅,凡所有人全给抓了 接着呢,你再跑去日本的富士山,磕一个石碑,在那先搞个祭天 然后呢,再去祭祀,抗日战争当中阵亡的中国军民 这一仗,中国军队斩首日军甲金师团七万多人 日军被中国军队在日本四岛彻底被歼灭 天王呢,抱头鼠窜,在酷叶岛隐姓埋名藏了起来 而霍续兵当年干的事,对于西汉来说,不亚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例子 论功绩,说风浪俱去改了大汉当时的国运也不为过 和所有少年成名的将领一样,霍续兵自从他去世以后就一直饱受争议 死马前你别干,他没有正面的批评过霍续兵 但却经常阴阳怪气的去明包暗扁 比方说哈,明明是用来抨击邓通、赵同还有李延年的宁性列传 却非要带上一句说,卫性霍续兵一以外气贵性 甚至在讲霍续兵出赛万里争讨的时候 也不忘指出他说有铺张浪费的坏习惯 那么这位冠军好的军事才能究竟怎么样呢 我们不妨通过霍续兵在漠北之战的表现 来看看为什么风狼居居的桂冠会落在这个年轻的小孩头上 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订阅此频道 感谢大家的支持 元朔六年,也就是这个公元前的123年 在漠南兵败的匈奴禅于一致邪 采纳了汉帝国的一个强将叫赵信的建议 把匈奴的大美营搬到了遥远的漠北 试图引诱汉军深入 等汉军疲惫不堪,补给困难的时候呢 你再出其不备,迎头痛击 但是让这个一致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汉武帝刘彻在漠南之战获胜之后 根本就没有继续向北进攻 而是命令票其将军,霍续兵,率领军队 直接进攻家门口的河西地区 自公元前133年,马一之谋到公元前121年的河西之战 汉武帝已经和匈奴打了13年了 在这13年里面,凭借着魏清和霍续兵这两尊大神的惊人发挥 汉朝是收复了河南地区 消灭了右贤王,控制了阴山南北 打通了河西走廊 获得了一系列前无古人 后也鲜有来者的辉煌成就 虽然说这个成绩是很耀眼的 但是匈奴人大家想想游牧人嘛 他们向来都是利则进,不利则退 不休顿走,苟利所在,不知礼意 所以每一次大战少有不利 那匈奴就会立马逃跑 比方说像这个魏清此前在武征匈奴 斩首加上俘虏也只有三万多人 楼藩王,白羊王,右贤王是一个都没有抓着 而一只节铲羽呢 刚是在漠南之战失败之后 将匈奴本部给迁到了大漠的深处 企图又罢汉兵,绞接而取之 想比之下,河西之战当中 霍续兵充分领悟到了什么叫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他指挥了大汉骑兵 比匈奴的赤猴暴行速度 比匈奴人逃跑的速度还要快 以迅雷之势斩首了三万多 杀了折兰王,卢侯王,修图王 招降魂邪王等四万余人 一年所取得的成绩赶上了 魏清十年的战功了 河西的丢失 不仅让匈奴失去了以燕之山为中心 冬暖夏凉,水草风暴的油凉牧场 刚是直接把匈奴和西域连接的 这个商道给切断了 而匈奴当时的这个心情呢 也随着一首民谣传了下来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就是 匈奴现在大概还有十数万的部队 盘踞在墨北道东北一带 反正是狗得住我就能赢的原则 悄悄发育 为了能够抢回河西 在元寿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120年 一日前就命令匈奴的左贤王不出兵 对汉朝右北平的丁湘郡展开了突袭 这场突袭 匈奴出动了数万只骑兵 可是最后呢 也只是取得了一个杀略千余人的可怜战绩 这个方以前什么都不算 但匈奴这次的主动出街 让本就没事想找事的汉武帝 瞬间就觉察到了机会 他火速召集了一群亲戚就开会 并且在大会上面发表了重要讲话 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寇可网 武艺可网 应该说啊 相对于其他习惯在地图上 开地图炮和微操的帝王将相 汉武帝刘社应该算是掌握了战争的真谛 除了在战前大举推行算民法 掩铁专卖等财政改革和企业公有化 想尽办法去敛财 以此来扩充军费以外 还在全国征集了十万匹 用粟米喂养出来的精良战马 调动数十万的步兵来承担后勤的转运工作 这数十万的步兵你们什么都不用干 专门就负责一件事 那就是十万骑兵的后勤保障 全力支持魏清或聚兵去统帅部队远征打磨 这十万骑兵的目标正是国境之外 两千多里的禅于王庭 远赴两千多里去灭国 干过这种事的除了汉武帝 那就只有两个人了 一个是亚历山大 另一个是成吉思汗 可以说这个时候的汉武帝 已经榨干了老百姓最后的一个铜板 拿出了他所有的家地 开始了世纪打豪赌 博汉武帝他可不是赌徒 而是赌神高进 这回他又说他了 司马迁在史记 魏将军票其列传当中就记载了 在这次军事行动当中 魏清和后继兵每人带了五万骑兵 魏清旗下可谓是众星云集 像李广为前将军 公孙鹤为左将军 曹香为后将军 随魏清出战 一来是方便魏清分明出击 二来也是让这些将领 有立功能封侯的机会 比方说我们的非将军李广 说到这个李广 那大家肯定是相当熟悉了 他可是从汉文帝时候 就已经从军的老将了 这会已经是白发苍苍 汉武帝其实一开始 就没有打算说让他出征 可是李广呢 他作为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将 他也不可能甘心说自己 一辈子连个侯爵都混不到 那汉武帝就可怜 他说跟魏清讲 你去让他去刷个战截 为了保证这次大战万无一事 汉武帝在出征之前 特意找来了魏清 跟他说说 你千万别让这个李广和匈奴 去正面作战 他这个人呢 命不好 万一给你搞砸了 我让你吃不了 咱们现在再去看看 或许病的部下 跟魏清手下的这些人相比 全都是一些歪瓜裂枣 无名之辈 不过呢 也有另一种说法 那就是汉武帝为了保障 霍取病绝对的指挥权 一个副将都没有给他配 好让霍取病可以发挥 闪电战的绝对优势 带着一群无名之辈 面对同样陌生的战场 那霍取病却好像从来不会迷路 总是能够精准的完成 远距离的奔袭任务 那这位少年将军 真的能够是自带特异功能 到了战场就能够拨开迷雾吗 还是天生的自带导航功能呢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霍取病其实也经常走错路 只是他带的全是今日骑兵 机动性非常强 哪怕你在战场上偶尔走错了路 也能够迅速的折返 甚至有的时候还能够误打误撞 还能够碰到意料之外的收获 比方说霍取病在元寿六年 也就是这个公元前的123年 他跟随卫星两次书章 他带领着800多名骑兵 经常在距离汉军主力 数百里之外的草原上打游击 这一点 司马迁在史书当中也不得不承认 说霍取病所带领的轻骑游击 至少是斩补手舞过当 也就是说 他杀的敌人比自己的战损还要高 霍取病在长安担任势中的时候 就已经练了一身公马贤手的强健体魄 而按照汉武帝喜欢游猎的这个生活习惯 作为天子晋神的他 也可能在上林院里面 就进行过无数次远程奔袭的演练 但是作为将领 楚楚忙碌的护取病 为什么每次都能够脱离大部队 深入敌方纵身数百里去搞偷袭呢 其实司马迁在史记 魏将军飘鞋列转里面 就已经给出了答案 说当时魏清的军中 正有一位对匈奴内部的水草分布 部族领地等情况 都了如水长的人 跟随大汉军队远证 而这张虎地图不是别人 正是在初始西域的途中 被匈奴扣押了足足13年的外交官张迁 建元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139年 张迁奉汉武帝的命令 带领着100多人初始西域 这次出访的目的 就是联络西域的大若之 来联合夹击匈奴 但是就在队伍经过当时 仍是匈奴领地的河西走廊时 张迁使团遭到了匈奴的扣押 司马迁以惊匈奴 匈奴得知这简短的七个字 概括了张迁的倒霉 张迁可能没有遭到 后来苏武那样的折磨 但是各种威逼利诱的劝项也不会少 和苏武一样 张迁虽然是坚持了民族大义 但最终没有经得起美色的诱惑 在被扣押期间 还和匈奴的妹子生了孩子 有了老的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张迁还给匈奴当过翻译 还在匈奴朝廷当过国际老师 所以张迁被扣押期间 还算是有很大自由的 而且张迁还经常因公出差 走遍了漠北 漠南以及大部分的牧场 正是由于汉朝官员当中 缺乏了解匈奴内部情况的人 汉武帝在张迁从匈奴逃脱 完成了初始续役的使命 返回长安之后 光荣地受与了他校尉的军职 并且命令他跟随魏清的部队 出征塞外 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写道 张迁岛军知善水草处 军得以无几何 但是因为张迁长时间滞留在匈奴的原因 李广这些老一辈的公军将领 根本就不信任他 这也难怪 你老婆孩子都是匈奴人 我们咋可能完全相信你呢 这个情况最终导致了在元寿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一百二十一年 已经被封为伯望侯的张迁 在和李广一起率大军 从右北平均出征 结果俩人却分道扬镳各自为战 最终的结果是 李广的部队被匈奴包了饺子 几乎全军覆没 张迁也因为救援太慢 而被剥夺了爵位 那霍续兵对张迁是持怎么样的态度呢 史记当中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是从张迁被贬为老百姓之后 霍续兵很快随大军出征和其走廊 为张迁第二次出使西域 打通了道路这点来看 霍续兵即便没有和张迁 有太多的私人交情 但是两个人在战略见解上 好像也能够早就达成了共识 这些共识很有可能是 早在霍续兵第一次 跟随卫星出征的时候 在与张迁相处当中 一点一点就积累下来了 汉武帝的原计划是霍续兵出定乡 直接攻击一只鞋蝉鱼的匈奴本部 魏清出带军进攻左先王 结果后来从匈奴俘虏的口中得知 一只鞋蝉鱼已经带领着大部队向东跑了 于是改由霍续兵出带军 魏清出定乡 可大军刚出关就发现不对劲了 一只鞋蝉鱼原本打算是相东转移 与左先王部会合 可之前投靠匈奴的汉将赵信给一只鞋蝉鱼献计说 汉军远征而来 一路上穿越大漠戈壁 等到了末尾 必定是人困马乏 我们以义代劳 哪有打不过的道理 一只鞋蝉鱼觉得赵信说的很对 于是就把粮草资重全部都移到了后方 自己领着十万铁技守在了大漠的边缘 这个就有点像吃鸡里面守读圈的老银币 就等着你扛读进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 阴差阳错之下 打C位的护去并成了辅助 打辅助的魏卿成了主角 可当汉军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大军已经出发了 也只能够是将错就错 面对一只鞋蝉鱼的匈奴主力 魏卿担心说李广他立功心切 别坏了大事 于是就命令说前将军李广 你和右将军赵一齐合兵一处 从东路出击匈奴的侧后 堵住匈奴北逃的口子 而自己呢 则率领主力步步为营 朝一只鞋蝉鱼的驻地推进 魏卿出定乡一千多里后 终于在大漠的尽头 看到了一只鞋蝉鱼的驻地 另一只鞋蝉鱼意外的是 汉军并没有像他想象当中那样 人困马伐 战力尽势 反而是军容严整 杀气彭腾 一位一只鞋蝉鱼肯定不知道 汉武帝为了打赢这场仗 蒸发了数十万部族和民府 拿出了帝国所有的钱粮 来保证前线十万骑兵的战斗力 汉武大帝恐怖如斯 其实一只鞋蝉鱼在这个时候 就已经打了退堂鼓了 可打都打不过 你就逃跑 自己这个匈奴蝉鱼以后 也别想再混了 更何况自己有十万大军呢 而魏卿呢 不过四万人 真打起来 谁输谁赢也不一定 魏卿舰一只鞋蝉鱼有意要战 于是就下令用五缸车环绕为营 构筑起防御攻势 然后命令五千骑兵 向匈奴发起了攻击 试探一下匈奴的实力 一只鞋蝉鱼仗着兵多的优势 出了一万骑兵的同汉军接战 这一仗一直打到了下午黄昏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一时期间 狂蜂大作 飞沙走石 天昏地暗 两军是互不相见 要知道 匈奴人以骑兵为主要的作战方式 风这么大 天还这么黑 压根分不清敌我 射出去的剑 也被大风吹得直接回了过来 而汉军呢 以正面冲锋为主 见到匈奴人的骑兵 失去了威力 超着场景就冲上去开步霜 兵力战优势的匈奴 反而陷入到了劣势 卫星见状 下令大军从左右两翼包抄 将匈奴团团围住 一只鞋蝉鱼呢 本来就心虚 仗着兵力比卫星多一点 他才敢打 可眼下 连老天爷都站在卫星这边 以至于自己被汉军猫围 一只鞋蝉鱼 长叹一声说 天不住 然后就带着几百名卫兵 从西北方向突围跑了 一直打到了半夜 这个风才停下来 汉军左下位抓了一个俘虏 经过审讯才知道 一只鞋蝉鱼早就跑了 匈奴军这个时候 也知道一只鞋蝉鱼逃跑的消息了 于是乎呢 大家也开始自己逃自己的 盛举已定 魏星立刻抽出了一对青旗兵 连夜追击 自己呢 则率领主力继续追击 溃败的匈奴大部队 一直打造了第二天 魏星呢 是一路追击残敌 到了赵信城 缴获匈奴人 藏在这里的资重粮草 补给了一番之后 将剩下的物资全部烧掉 然后就撤兵了 这一仗魏星兼敌 一万九千余人 捣毁了蝉鱼王亭 焚烧了赵信城 可是汉军这边呢 他也损失了一万多人 最重要的是 一只鞋蝉鱼 他还逃跑了 魏星心里面也很郁闷 毕竟上回末南之战 就是因为没有能够抓到 一只鞋蝉鱼 结果胜而无功 这次都堵到家门口了 还是让那老小子给跑了 哎不对 这看了一圈 突然想起来了 这李广人去哪了 不是让他从侧后房包装吗 他死哪去了 有的时候 命运就是这么作弄人 李广怎么了 他又又又不迷路了 李广他在这次的战斗当中 担任的是前将军 本来就是冲锋陷阵的岗位 但是魏星呢 把他从前锋的位置上 撤了下来 去充当迂回部队 为啥要临时换人呢 就是因为魏星的好兄弟 公孙敖 公孙敖在魏星 还不出名的时候 上回河西之战 公孙敖迷路 耽误了军情 被消去了绝位 魏星想让公孙敖呢 带罪立功 于是就故意调走了李广 改由公孙敖担任前官 李广后来知道了内情 接到调令之后呢 就愤然的冲进了 魏星的军帐和他对峙 却依然改变不了什么 只好领兵向东而去了 可惜啊 真是造化弄人 这个东路呢 迂回绕远 而且还缺乏水草 李广和赵益 没走出多远就迷了路 直到仗打完了 魏星难回的路上 才找到这两个人 迷路加勿军 按照大汉的军法 那肯定是要砍刀的 这个时候 已经心灰意冷的李广 是不想再接受苦力的侮辱了 于是拿起刀自吻了 事实上 公孙敖 公孙敖 张谦等都曾经迷路过 虽然是死罪 但是交钱也可以赎罪 也不至于影响说 以后继续出战 可李广不一样 这回他是真的死心了 也认命了 只不过呢 有的人一生下来 就命途多揣 自然也有人是一生下来 就一路开挂 走向人生巅峰的 比方说霍区病 霍区病出戴军之后 北进两千余里 与匈奴左先王部相遇 霍区病没有像他舅舅那样 又是五缸车结阵 又是什么分兵试探 他可好 直接率领手下五万骑兵 瞅准了匈奴大军 就往里猛冲 摆明了就是告诉匈奴人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你再怎么抵抗都没用 很快 左先王部就招架不住了 一败涂地 霍区病就是那种 天生做主角的人 魏青在主要战场 和医治鞋缠鱼的 匈奴本部决斗 斩首了一万九千人 而霍区病在次要战场上 打左先王部 升起了三位匈奴王 还有将军 相国 档户 都尉 83人 以一万人的损失 斩首七万零四百四十三人 而霍区病呢 他觉得还不过瘾 一路往北打 终于追杀到了狼剧山 在山上祭天 逆下汉杯 又在孤眼山祭地 风狼剧区以后 霍区病继续率军 深入大漠 追击凶奴 一直打到汉海 也就是今天的贝加尔胡 这才乐住了战马的江城 风狼剧区也就成为了 古代将领 一生追求的最高荣耀 汉军凯全之后 汉武帝对于 漠北之战的胜利 那是相当的满意 封霍区病为大司马 加封十亿 五千八百户 升票旗将军 以大将军奉禄相等 尊力相当 跟随霍区病出征的 右北平代手 陆伯德 北帝都尉 行山 校尉离杆 立功封侯 而军中的其他士兵 也都得到了奖赏 拿了不少钱 魏清击溃 匈奴本部 封大司马 但沙体的数量 以及损失相当 而且没有抓住 一只鞋蝉鱼 不予加封十亿 军中的诸将 也没有得到封侯 漠北之战 是西汉和匈奴的 最后一战 在这次的战役当中 前往部也被 获取病见面 匈奴内部 因为持续的失败 而陷入了混乱 再也没有能力 和胆量去南下了 只能向更遥远的 西北方向逃去 危害了汉王朝 近百年的匈奴变换 也被基本的解决掉了 不过话说回来哈 就算你张建 给获取病 交了很多 什么关于匈奴内部的 这个资料 还有像牧场 分布的这些信息 但是你想 一个人他跑几千里来会儿 打闪电站 也不是说纸上 谈兵就能够搞定的 一支非常牛逼的 强大骑兵 才是获取病 完成风浪局区的 重要装备 汉兄战争形势的变化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是源于两方势力 骑兵战斗力的 此消彼长 在汉武帝刚登基的时候 汉朝能够从北方 获得的马匹 数量非常的少 为了能够攒齐加点 汉武帝用了两个办法 来获取战马 首先呢 是修大量的牧场 比方说哈 像魏清出兵 争夺的核桃地区 那就是非常适合 养马的地方 第二呢 就是在民间推行马政 汉朝是鼓励民间养马的 采取了 机令 民有车骑马 一匹者 附足三人 也就是说 每家能够养一匹马 并且上交给国家 会有三个人 可以免除 摇曳还有赴税 这两个政策 双管齐下 汉朝很快就攒出了 几万匹的战马 但是你想啊 马可以由中央去调拨 但精锐的骑兵 确实需要将领的 去一点一点 用心血去训练出来的 毕竟在马都是 吸用物种的汉朝 那会骑马的士兵 更稀有的 只有经过长期的训练 再配其优良的武器装备 在面对那些 生于马背 长于马背 死于马背的匈奴人时 汉人骑兵 才能够有胜利的希望 汉军轻骑兵 和匈奴的骑兵 差别不大 汉军的轻骑兵 身穿的是皮衣 一般呢 是不穿甲咒的 以矮小快速的马匹为主 主要使用的是 弩箭作为攻击的武器 而汉军轻骑兵 使用的弓裸是 农业文明 为了抵抗游牧文明 而发明的大杀器 弩这种东西 它瞄准非常简单 而且穿透力还强 像这种武器的 出现和使用 让汉军特有了能力 去对抗以骑射 剑长的匈奴骑兵 至于汉军的重骑兵 那是配备着 带有内衬的 甲咒和铁制的头盔 主要的武器呢 那是传统的几何格 以体型高大的战马 进行冲锋 从杨家湾汉部当中 出土的兵马俑 就能够看得出来 汉朝的骑兵部队 轻骑兵和重骑兵的 比例是1比5 像这种搭配 肯定是在长期同灵活的 匈奴骑兵作战之后 才形成的战术配备 汉军的骑兵构成 那是相当的精密 五名骑兵构成了 最小的单位 设立一名队长 两个小队 十名骑兵 组成了一个骑士长指挥的小组 五个小组设立一个骑士力 指挥这50名骑兵 每100计设立一名技术长 每200计设立一名G500 每400名骑兵组成一个曲 由骑兵千人 或者是军侯来进行指挥 由两个曲 加上辅助的士兵 组成一个进千人的部 由校尉或者骑毒位指挥 而在最后呢 根据需要出动的规模 有几个或者说是更多的部 组成出征部队 在实际战斗时 汉军会以400骑兵的曲 作为基本的作战单位 以100骑兵构成一个个战斗的小防阵 再根据实际的战斗情况进行调整 基本上采取的是 轻骑兵从两翼快速的包抄 重骑兵中央推进的战术进行战斗 护骑兵手下的骑兵 很有可能就是像这样 以百骑为单位 在辽阔的战线上迅速展开 再以分进合机的战术 迅速北进2000多里 越过犁猴山渡过攻坚河 击破了当面的匈奴骑兵 最终通过一场正面决战 重创了匈奴左先王军队的主力 末北之战 他同时也是魏清和赫徐兵的最后一战 在两年后 也就是公元前的117年 大汉战神赫徐兵去世了 年仅24岁 一切就像安排好的一样 在汉武帝最需要的时候 赫徐兵出来了 可就等到匈奴被打败了 赫徐兵呢也走了 可汉武帝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远着悲痛在自己的地灵冒灵的东面 按照齐连山的模样 为霍徐兵修建了一座岭墓 还下令 河西武军的铁甲军 列城镇从长安一路排到茂陵 为霍徐兵送行 霍徐兵死后 魏清作为帝国的最后一位名将 再也没有出征过 不是说魏清不中用了 而是因为再也没有匈奴那样强大的敌人 需要魏清来出马了 汉武帝也是幸运的 老天派来了向魏清和霍徐兵这两位千古名将 帮助他实现了毕生的梦想 魏清和霍徐兵也是幸运的 他作为武将 他们可以得到汉武帝无条件的支持和信任 在江场之上杀敌报国 立功封侯 可生活在汉武帝统治之下的大汉子民 那是不尽的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继位算节 到公元前119年末北之战结束 汉武帝为了能够打败匈奴 折腾了整整21年 一系列高强度的战争 早就透支了国家的财富 而西汉王朝呢 也就由此迎来了 由胜转帅的转折点 感谢观看